获取一个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 打印一个文件列表 这很简单吧 上面 我这分两个啊 分两个环节的啊 第一个是什么 获取一个目录当中的所有文件 打印一个文件列表 很不很简单 很不很简单 不是很简单 很不很简单 很简单啊 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其实啊 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跟咱们在命令行里面 做的那个什么DR的命令 是一个道理啊 DR 是可以打印出来 当前这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 然后最近的修改时间 是不是在前面 然后这儿是不是有个格子啊 你要想把这一拨东西打印出来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不简单啊 你说不简单是吧 来打印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 打印 所有文件 好注意哈 没有必要做的 跟它那个一模一样啊 你要想做的一模一样的话 你还得输出什么 空格 空行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操作的 这个两个API呢 还是 这两个 还是这两个 好 这个FS和PASS 那两个模块都拿进来了 拿进来过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 获取一下 这个目录下面的一个结构 但是你看哈 DR这个命令 我还可以干什么呢 DR这个命令 我可以传一个目录进去的 我传一个Node 小号线Models 它打印的是什么 是打印的是这个目录里面的情况呀 那我也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我这个 脚本呢 也可以传一个目录进去 你帮我打印这个目录下面的情况 而不是说 只是打印当前目录的情况 那你要为什么 懂不懂 就是说 我待会儿要用的时候 我这儿说Node11是吧 我后面给他传一个目录 我要传一个Node 小号线Models 你的效果跟上面的效果一样 我要不传的话 你就打印当前目录 那这个过程 代码应该怎么写 下面 银行应该怎么处理 是不是先要 获取什么东西 当前有没有传入目标路径 先获取一下这个东西 怎么获取 是不是RGV 还是RGV Y一个T-A-R-G-E-T 我就直接移步到位了 PASS DR JOIN 然后DR NAME 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后面这个取决于 P-R-O-C-E-S-S P-R-O-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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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看懂 就过是要分两步 第一步是做了这个操作 第二步是再将这个得到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通过pass.join的这种方式 给它拼接出来 这个一放在一块 不要就是说看不懂了 不要说看不懂了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它执行顺序肯定是 先从细节上开始执行 然后慢慢的扩大这个范围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join的这个函数 那此时这个target 拿到的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路径 也就是一个 叫C盘冒号斜线斜线那种格式的一个例子吧 对吧 OK 那有了这样一个目录过后 接下来我们想打印一下 这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怎么打印呢 这时候呢 就要用到我们刚刚没有看的那个API 有一个什么呢 readDRR 那这个命令呢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它就是用来帮我们去获取 当前目录下所有的 文件 文件 然后呢 给我们查一个 好吧 DROR 你要传的这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它就爆错 你要存在的话 它就可以给你传一个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你看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是不是Files 是一个都不算那个数字吧 那你猜在这个Files里面是什么 就是它读到的所有的文件的 到底是路径呢 还是什么呢 我们打印一下看一下 打印一下看一下 不是路径 我们打印一下 然后呢 你到这走一下 11 你看它打印出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数字啊 这里面是文件名啊 并不是文件路径 那也没关系吧 我还想拿这个文件路径 是不是就拿这个 PASS再交印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第二 捉印 注意 这个时候捉印 我是拿谁捉印 还是拿DRNAME吗 是吗 是吗 真的吗 好 我先写吧 哦 这儿得循环了 对吧 是不是先得循环 那个东西啊 Files 这样 没有是吧 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个地方跟之前写的不一样哦 没有写括号 可以吗 可以哈 一个参数的情况下 可以不用写括号 一个参数的情况下 可以不用写 只有一个参数的情况下 没有参数也必须写 那你也吧 只有一个参数情况下 可以不用写这个括号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个捉印 给它打印出来 我们看对不对哈 对不对 对不对 就目前来讲的话 是不是对的 目前来讲的话是对的 对吧 但是啊 但是BUT BUT BUT什么呢 看看啊 我要是 NodeModels 是不是就错了 这个 这个文件夹 应该是哪个目标夹 是不是Node下 或者Models里面啊 所以说这儿 不要一看到Path 点照应 就是固化了自己的思维 就一定是DR name 这儿也区分 也去区分 你这个Files 拿到的文件名是 基于这个Taget和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是这样去拼啊 这样去拼 这时候拿的是对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不传那种情况 看一下啊 是不是也是对的啊 也是对的啊 好 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文件列表 那我们想跟这个DR 类似的话 DR里面是不是还要有一些文件信息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文件的一个Size 对不对 然后呢 前面这个是文件的修改时间吧 然后这儿呢 还可以去打印一下 这个当前是一个文件夹啊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 你不管在哪个目录里面打印的话 他这儿都会有个点和点点 这两个是不是在咱们路径里面是属于相对路径的那个操作符啊 对吧 他这个上 就是说点点是不是就代表的是上一级目录啊 点是不是就代表当前目录信息啊 所以说这两个信息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控制台先把这两个点给它输出出来 那么能理解 可以吧 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是这样的啊 来我们首先呢 Console Deluxe 这两个咱们先不输出了吧 先不输出了 那个其实输出没什么太大必要 我们就把这个文件的信息给它输出出来就行了 那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File是不是就是那个文件名 也就是咱们这个类似里面的文件名最好解决了 对吧 就是最后一个成员最好解决了 然后就剩下了这个文件大小和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我们在哪看到了文件大小和文件修改时间的API的 在哪看到的 刚刚还特地把它打开到这个地方了吧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文件的size呀 然后呢 Ease什么director是不是也都在这呢 对吧 好 还有什么最近的修改时间是不是M-time是不是都在这呢 所以说这个我们很简单 很简单 来回到咱们这个代码里面 那这时候下来这个代码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FF.State是吧 会有个问题 大家会想一下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join肯定肯定啊 这个地方路径肯定也是绝对路径啊 绝对路径啊 然后呢我们这应该有是join 然后第二个碳数传入的是什么 就是fi 然后后面这儿是不是回家函数啊 然后这个是ftat 好 好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在这儿去console.log就行了对吧 console.log console.log谁呢 console.log谁 我们这样先把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给它打印出来对吧 是不是用那个模板租串这方面了 拼接租串有了模板租串过后再也不用担心了对吧 你们之前是不是就这个不熟是吧 现在这个好方便啊 好 那我们这地方把这个mtime给它打印出来啊 好 然后呢 后面跟个-t -t是不是那个什么 制表符对不对 制表符的话 在windows里面那个命令行里面应该会帮我们自动缩进啊 所以说我们加上一个-t啊 加上一个-t 然后第二个 打印出来的是不是文件的大小呀 是文件的大小吧 ftat.size 好 再来个-t 最后跟上一个-t 是不是就file就行了 是不是file就行了 因为file是不是就是当前这个文件的路径啊 啊 就是文件的文件名啊 文件的文件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存费啊 说 呀不对啊 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像呢 对吧 好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打印出来 当然你怎么把这个时间转换成上面的这个格式 怎么转 诶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 怎么把一个 data 就是那个时间类型 转换成一个特定格式的这样一个租筛呢 做过吗 做过吗 啊 讲过是吧 不是我讲的吧 我讲的我应该有点印象啊 怎么把一个time 就是一个时间给它转换成一个特定的租筛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的啊 ftats.mtime 它是不是一个那个time类型是吧 啊 就是一个date类型啊 然后是不是可以get data get那个什么year那些 是不是拿到每一个不同的普通部分啊 拿到年数 拿到月数 拿到什么天数那些 是不是都可以拿到 然后呢 一拼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操作是不是很恶心 很费心 对不对 费时费力啊 之前那时候为了做那个打算那个系统 我还写了一个模块 写了一个工具 我找一下啊 找一下 给大家发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呢 大家以后肯定会用到啊 肯定会用到 哪个呢 找一下 突然间遇到这个问题啊 咱们来看一下 conferry 这evolution 好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在哪呢 在哪呢 function 啊 这里面有个part 我把这个呢 给它卡到c 放到桌面上 当前 今天的目标里面 date 好 转过来啊 好 这个文件里面呢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就是给这个date的原型上 是不是挂了一个format的函数啊 这个能看懂吧 就是给date的format挂了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写了一个比较通用的匹配方式 然后呢 你自己可以传入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会自动的去帮你格式化 懂我意思吧 会自动的帮你格式化 这种呢 是咱们传统的那种编程平台里面 比较常见的这种方式啊 比较常见的这种方式 在gs当中啊 就必须自己去写啊 必须自己去写 那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效果呢 这个 其实比较简单 你看这是不是都是正德呀 就让m这个字符 出现多次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是啊 代表我们应该是去取月份 然后呢 要是被地利出现多次的话 那应该就是去取日的那个 那个东西 对吧 月份呢 因为要加一 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 把它加进来就很方便了啊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文件拿进来 我们直接把它拷贝啊 拷贝放到咱们当前的扣子里面来啊 好 这样一个文件拿过来过后 你看它并没有导入 或者导出什么成员吧 那在诺子里面怎么用这个文件 怎么用这个文件 你要在网页里面用这个库的话 是不是直接引到网页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诺子里面怎么用 我们之前看啊 我们之前require 都是require一个具体的模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里面并没有导出任何成员 那我能不能require呢 能不能require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只不过它没有任何的返回值 你require它的话 它就会去执行 它就会去执行 点斜线 toto.gf 没问题啊 没问题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它会让这个文件 在这个位置去执行一下 在这个位置去执行一下 那只要它也执行 咱们在下面的这个data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 点formata 斜线 然后它是mm是吧 斜线 db 这几个都理解什么意思吧 以前我们传统去格式化综算的话 都写 格式化时间的话都是用这种综算啊 然后呢后面是什么呢 mm 不是不是不是 hh 像mm 我看我这个hh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啊 标准的格式的小时啊是大写的字母 然后我这儿应该写的是小写的 也是大写的吧 对吧 大写和小写是就是把这儿改一下就行了啊 改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你看毫秒是不是也取的是F啊 毫秒取的也是F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你自己也回去再琢磨琢磨那个裤啊 琢磨琢磨那个里面写的东西 然后这个mm 我们看跟上面那个 是不是也就到时间那块 时间没有到秒钟啊 没有到秒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格式 再走一次 哎 格式是不是跟上面是一样了 可是跟上面一样了啊 很方便啊 很方便 好 那下面这些呢都比较简单了啊 都比较简单 这个地方把这个文件的这个列表给它打印出来了 打印出来过后 我们看相对于它之前的这个 它里面是不是还列出来 一共有多少个文件 有多少个目录 然后呢一共有多少个字节 对吧 这个一共有多少个字节啊 这个目录里面有多少个字节的话 咱们不是不能做 那个做法太有趣 你要把所有的 这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的大小 全部读一遍 然后呢拼拼拼拼起来 node里面 呃 我看一下啊 fire 那个 要是读一个文件夹 能不能拿到size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size 我来试一试啊 来 node环境啊 就什么意思呢 我们拿这个文件的总文件大小 好拿吧 我们在刚刚这个大小 这个便利的过程当中 我们拼接 加一下是不是就行了 最后输出一下就可以了 那拿文件夹的这个大小 我们得看一下啊 得看一下 哎怎么着呢 我们这儿fs.stat 是不是去读一个 读一个那个路径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好 这样呢我们用think的方式啊 同步的这种方式 sync 然后呢把当前这个目录 呃 这还不能用当前目录啊 这儿用不了当前目录 得用什么呢 也不能用drlm 还是必须得写啊 这儿也不能用drlm吧 我们之前说了drlm 是不是只能在文件当中使用 是吧 好 把这个粘过来 粘过来过后呢 然后我们去读一下 看看它的反复值是什么啊 哎 没有这个刻的这个目录 我看一下啊 你看它是帮我把这个字符串干什么了 F1 是不是有编码问题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看是不是有编码问题 编码问题啊 它应该读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相对路径去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还得怎么着呢 还得去 自己手动写啊 手动写 你不要看这个字符串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样的 它还是有编码问题 那C盘 马上写线 User 写线 F1 F2 写线 什么呢 Desktop DFK 写线 然后F1 D01 写线 D03 好 就直接读一下这个目录 看能不能读一下 看能不能读一下 你看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编码毛病 来我把这个字体给它改一下 属性 行送题 Windows命令 有这个问题啊 不是说我在跟你下稿 你看一下 还是有这个 它把这个 我犯了一个好低级的错误 什么问题 我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 不是因为这个毛病 不是因为这个毛病 大家想去灭印 你看这个东西 你没仔细看吗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boy 是吧 这不是一个boy 反正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转译了 我这应该有两个界限 有两个界限 到失误了 两个界限 哎呀 Windows 走 看 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总大小 拿不到吧 Size是不是零啊 那也就是说 你要想拿这个总大小的话 你得怎么办 你得去递规 还不仅仅是便利 你得去递规 这个目录下面 所有的文件 把它的大小 给它平和到一块 那这个递规怎么做 待会儿我们也会做 待会儿我们也会做 你放心的 好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文件 列表给它打印出来了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一些问题 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这儿 你看好 这个地方出现的顺序是 123456789101112 哎 你看这儿 14是不是跑 13前面来了 按照我们正常读取顺序来讲的话 13应该在14前面吧 对吧 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操作 是不是一个异步操作 是不是一个异步操作 从这儿 就是从我光标所在的这个位置 执行到这个位置 这时间是固定的吗 大家要好好想 好好想 你看啊 我代码执行到这个位置 到代码执行到这个位置的时间是固定的吗 哎 很简单 我们在这儿 这样吧 来个什么呢 console time time还记得这个API 对不对 好 我用file去做标识 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文件的这个time 用的标识是不是都不一样 用的标识是不是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印出来 它当前这个信息过后 我们还去打印一下什么呢 timeend 我们看它打印出来 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你就能 你就能理解了 我还以为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呢 再走一个 想多了 是吧 最低 漏的11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来我们从上面往下来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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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不是都不一样呀 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这些时间如果要是不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会造成什么呢 这些代码是不是几乎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基本上时间都差不多 因为循环嘛 循环这个操作本身是非常快的 对不对啊 循环这个操作非常快 但是呢 就是从没有读到状态到读到状态完成过后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不确定的 所以就导致了什么呢 这个console.log 并不是说你这个任务先下达就先log 能不能理解 我读A文件花了10毫秒 读B文件花了5毫秒 那这时候就算你A文件的这个读取的这个任务是先下达的 但是是不是也是应该是啊 B文件先读取出来哈 这个呢 可能刚说比较抽象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有两条时间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代码的执行顺序肯定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单单线程的嘛 对吧 好 比如说我们执行到 我们画一个时间轴哈 画一个时间轴 我们执行到哪一个时刻的时候呢 执行到这一时刻的时候 哎 代码里面去读了一下A文件啊 读了一下A 读 读取A 读取A 然后呢 相差很短的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啊 你就当我这个时间间隔的这个密度啊 非常大啊 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读取了一下B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按照常规来讲的话 我先读取A 是不是肯定是A先读完 对吧 按照常规来讲 这个B肯定是先后读取完 但是你架不住什么呢 架不住A文件大 B文件小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B在这个时刻就已经读完了 然后呢 A到这个时刻才读完 那这个时候实现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B的读取时间是不是从这到这 然后呢 A的读取时间是不是从这到这 那你觉得哪个先输出 是不是肯定他先输出吗 时间输出是不是从 从左往右 一直往后递增的呀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他输出的先后取决于 他的一个执行顺序吗 不取决吧 不是取决于执行顺序 而取决于这个读取的这个时间 读取的时间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想让他打印的顺序 跟上面我们看到那个DRR的命令是一样的 怎么办 怎么办 不用一步 用同步 最简单的是不是就这样 最简单的就是那样一种方式 因为同步的话 就是你这个没打印出来 下一个就不可能执行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不乱了 这样的话不乱了 因为我们现在执行这个代码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执行代码是 一个任务 两个任务 有可能就有一个任务完成了 然后又执行了下一个任务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一个乱的顺序 而你要是同步的那种方式的话 他这个时间轴应该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时间轴 什么时间轴呢 读取A A读取完 读取B B读取完 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啊 他就不会有那种交叉的情况 他所有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都是单独的 而像这种情况的话 他可能会有跨度 所以说会比较的稳乱 比较乱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同步的这种情况 那同步的这个代码呢 我就不在这个地方改了 咱们这个例子就先看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来写地规 地规对咱俩来一段的话 是不是都是痛点是吧 写过地规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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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